粉丝提问,如果火力对决只刷重武器会怎样? 目前的火力对决中,常规枪械都会正常刷新,重武器也刷,但是不多。 那么如果只刷重武器会如何呢? 这三个改变必不可少。 一,没人敢开车。 常规武器打载具是非常慢的,都需要好几十发子弹才能打爆。 可是重武器就不一样了,火箭筒那个伤害简直离谱,就算是加特林打车也是极快的。 而且到时候只刷重武器,地图上火箭筒加特林的数量肯定很多,你还敢开车吗? 二,回血药品作用降低。 常规武器的伤害低,只要不打死都能加血加回来,可是重武器不一样啊。 像火箭筒炸到周围就是秒杀,榴弹发射器虽然不太可能秒杀,但到时候火箭筒多了,谁还用榴弹发射器呢? 加特林用的都不会多,回血药品基本上算是废了。 三,碗多了会变菜。 目前游戏的火力对决有常规武器,我们用这些武器还是可以炼枪的,技术还会保持住。 可只刷重武器之后情况就变了,火箭筒完全不用压箱,只要瞄准就好了,其他重武器用的会很少。 玩多了再玩其他模式的枪肯定会变菜的。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? 在评论区告诉我吧,我们下期见。